在來賓內蒸菜之下 這間老美教所設立的堂蘭市以及玻璃屋 真是開用了 就讓大家看了解美的獎獎以外 用這些境界可以感受到美教老闆想要轉型的用心 就是用我們的紅奶米來做所有的食材 來幾乎麵粉80%以上 我們都可以期待它 我希望我們國連能多用我們的食米 響應政府一年多出一口飯的號召 其實第三年前 這間在土口團成三代 有七十年列出的老美教已經進行轉型 新列用美來烘焙麵包點心的甘榜 因為麵粉和美的使用力 實在讓美的相關行業感到很擔憂 我們這間差不多社會一百一萬港幣 那麼我們去年度的這個麵粉的增加量 也只有一百十幾萬港幣 讓我們的消費者在吃西瓜的產品的時候 也要吃到我們的米 用著我們的溫度的米 所以這種用心 每個人都要收起來 麵粉做的麵條味包 漸漸變成台灣人吃最多的食物 快樂大家要吃 我們將米做成米條味道 甚至是餅、冰淇淋 吃起來一樣的米味 但實際上有在地的心意 吃米不知道米對我們的好處 吃米不知道米可以做到這麼多項 來熱米工坊 來到當時剛才你都會知道 用米池做成的一個附加產品 包含米麵包 然後米冰淇淋 都是值得推廣的 這對我們在地的學材的應用 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如果要為到新增 用創意來轉型 新列的觀光景點 也讓大家在這裡 就吃到米所做的各種好氣味 要支持台灣的農業 就要吃米開始 繼續靈一靈 蔡幸福德